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八三六章束手无策 重症监护病房里 邵清营的母亲几乎流干了泪 她和邵平和两人盲狱邵市海外公司 对这个女儿缺乏关爱 一年到头也不见得能见几次 现在女儿竟然落到了这种地步 这让夫妇两人伤心不已 叶浩轩推门进去的时候 一个中年男人正在监护室里面发呆 这个男人四十岁出头 和邵清营长得有三分相像 不难看出来 这是邵清营的父亲 伯父你好 我姓叶 是盈盈的朋友 叶浩轩道 你是叶浩轩 邵平和呼的一声站了起来 他远在海外 对于叶浩轩的事情并不清楚 但是老爷子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名字 提到叶浩轩的医术 就在刚刚 他查了一下叶浩轩的资料 叶浩轩医生的称谓 让他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对 我就是叶浩轩 叶医生 救命 邵平和一个大老爷们 只说出了这几个字 眼眶就红了 看得出来 邵清营的父母孩 是很疼爱 自己这个女儿的 叶浩轩请邵平和夫妇暂时回避 他注视着病床上的邵清营 深深的叹息 那首相见恨晚 这些天始终缠绕在叶浩轩的心头 久久没能散去 或许那时候的邵清营 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他想抛开一切 不顾一切的对叶浩轩倾泻出自己的感情 异曲即中 让叶浩轩明白他 究竟爱他有多深 现在的邵清营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床上 他的脸色甜静 面色红润 呼吸均匀 他根本不像是一个植物人 他就像是在沉睡一般 仿佛叶浩轩稍微闹出点动静 他就会醒来一样 永恒之水的功用 就是麻痹人体神经 让人变成植物人 但是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能大幅度地让人体的新陈代谢减弱 让沉睡中的人容颜衰老得极慢 或许这个就是这种药剂叫做永恒之水的原因吧 盈盈 叫了这一声 叶浩轩感觉心里一阵难受 他抓住邵清营细腻的小手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良久 叶浩轩才叹了一口气 他注视这少青营那张绝美的容颜 咬牙切齿地说 谁让你睡了 你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我们都有自己的目标 我在努力 我也会带上你努力 你不是要让邵氏成为世界首富吗 你不是要为更多的华夏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福利 更好的工作岗位吗 你不是要让华夏的老百姓 不在做防奴吗 现在你有了我 我可是全身是宝的 我可是有很多秘方的 随便写出来几个 就能让邵氏打败所有的竞争对手 走向世界第一的 而我 也在努力 让华夏的老百姓都看得起病 不再为了几十万几十万的医药费发愁 叶浩轩怅然一声长叹 他紧紧地抓着少青营的手 继续道 对不起 我以前不明白 你对我的感情 我以前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尽管现在有钱 但是我还没有从一个穷吊丝的角色里转换过来 我觉得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直到你唱歌那一刻 我才发现 你对我的感情有多深 对不起 叶浩轩把他的手放在床上 认真的说 我说过 要做新学的养生菜给你吃 就一定不会食言 不管你中的是什么毒 我都要想办法 把你解救回来 因为 我是医生 叶浩轩不再啰嗦 他这一番话无权是发自肺腑的 他伸出手 搭在少青营的脉上 屏息凝神 他的感知力瞬间发出 他的意识化做一丝丝的气流 通过少青营的血液 瞬间流遍他的全身 在叶浩轩的眼前 出现一个立体图形 少青营身体的状况清清楚楚的 出现在他的意识里 叶浩轩这一次用足了真气 少青营身体内一点细小的异常 都不放过 他身上的每一根血管 都清清楚楚的 呈现在叶浩轩的石海里 良久 叶浩轩颓然收回感知 他满头大汗 坐在病床边 微微的喘息 刚刚把少青营的身体彻底的查看过一遍之后 叶浩轩彻底的清楚 这一次 恐怕自己真的遇到蓝蹄了 这种药剂 是美国研制出来的最新药剂 麻痹人体神经 让人体快速的进行休眠 这是美国的特工用来对付敌人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流到黑市上来了 看来下手的人真狠 但是这一支药剂的价格 就是天价 虽然身具上古悬术一道 叶浩轩的医术堪称一绝 但是对上这种生化药剂 一时半会而他还真的毫无办法 沉吟了良久 叶浩轩打算逐一慢慢的尝试 少清莹现在的主意是陷入休眠 他要做的 是首先唤醒他沉睡的意识 然后再想办法激活他麻痹的神经 虽然说起来简单 但事实上 做起来却难比登天 叶浩轩不确定 永恒之水对人体的伤害究竟有多大 他只是逐一尝试自己的诸葛针法 以及柱油术法 一个小时以后 叶浩轩取下少清莹身上的针 第一次尝试的是鬼门十三针 这种针法高深莫测 但是用在少清莹的身上 似乎是不起到什么作用 小叶 怎么样 当叶浩轩走出病房的时候 少清莹的父母双双迎了上来 急切地问 我需要回去好好的想想 因为盈盈中的毒 严格来说是一种生化药剂 它改变人体新陈代谢 麻痹人体所有神经 让人的意识陷入休眠 一时半会儿 我没有太好的办法 叶浩轩答道 少清莹的父母脸上 显出一丝浓浓的失望之情 少平和叹道 我们就这一个女儿 我和盈盈的母亲 求你 无论如何 一定要就醒她 伯父请放心 我一定尽其所能 叶浩轩点点头 刚刚走出京城疗养院 叶庆尘的电话 就打了过来浩轩 去老太爷那里一下 老太爷要见你 好 我这就过去 叶浩轩点点头 转身向老太爷的居所里走去 少家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老太爷的精神依然不错 他正在泡这一壶功夫茶 情况不太好 中的独属于生化事迹 我的医术 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 叶浩轩叹道 连你也没有办法了吗 老太爷问道 或许有 但是我一时半会儿 没有想到 我需要了解这种药剂的成分 然后再做打算 或者 我可以找人分析出这种药的成分 了解了成分 我逐一对比 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是我需要时间 叶浩轩道 可是少氏没有时间了 叶老太爷站起来 道迎迎那孩子 是不出世纪的商业奇才 少氏短短十年 发展为华夏首富 下一步 是向世界进军 这对我们华夏 有很深远的意义 但是看来 有些人 是想把少氏扼杀在发展中 老太爷沉声道 太爷爷 我不太懂 叶浩轩有些疑惑地问 这么说吧 现在少氏的情况 你了解多少 也就是盈盈那孩子出世之后 老太爷说 不太好 乱成一团 各方势力都想上来咬一口 岂岂可危 叶浩轩想都不想就回答 对 岂岂可危 如果没有一个人 强势进入少氏整顿乱象 少氏就会完了 现在少氏即将成为华夏首富 如果少氏到了 对我们的经济来说 将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打击 可能会使我们的经济 严重倒退 老太爷道 太爷爷 我能做什么吗 叶浩轩是聪明人 他听出了老太爷的弦外之音 执掌少氏 有谁敢向少氏伸手 打断他的手 少氏不仅是那孩子的心血 也是我们民族企业 真正在世界崛起的希望 所以 我们三个老家伙 在这件事情上的意见上一致的 叶老太爷道 叶浩轩震惊 让他执掌少氏 这有可能吗 少氏是家族企业 就算是国家 也不能随便插手少氏的事情 他充其量跟少氢营有些合作 连股东都算不上 他不姓少 执掌少氏 他凭什么 就凭他叶浩轩长得帅 说不通啊 长得比他帅的人多了去了 他凭什么 太爷爷 执掌少氏 我以什么身份 什么理由执掌少氏 叶浩轩的大脑有些当机 以少氢营未婚夫的身份 叶老太爷直接了当地说 叶浩轩双手一抖 叶老太爷的话让他的心情 只能用惊悚来形容了 他震惊的无言以对 他苦笑道 这 不大好吧 少氏是家族企业 少元化子孙少 唯一的一个少青州 不堪大用 所以 招人入赘 有女婿执掌少氏 也是情理之中眼下也只有这个理由 能让你名正言顺的执掌少氏 叶老太爷轻轻地戳了一口茶道 更何况当天的事情我了解过 我知道盈盈那孩子 对你用情很深 我不明白的是你小子拿点招人喜欢了 况且 这是关到我们华夏民族企业崛起 你是最后的希望 若曦是一个十大体的姑娘 她会理解你的 演场戏 很难为你吗 我不会做生意 叶浩轩无奈地说 没让你做生意 你只要让那些不老实的人 安分就行了 况且 姓萧娜姑娘也善于经商 我不信她不会帮你 叶老太爷有些高深莫测地说 是 感谢观看